蓝恩台风 将总体向东北方向移动 然后穿越枯叶岛南部 并在两天内进入恶火刺客海 8月16日上午11点 中心位置在北纬38度 东京136度 日本仙台市以西500公里 中心气压989% 中心时速85公里 等级轻度台风 风力9级 以时速28公里的速度向东北移动 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23公尺 瞬间最大阵风每秒33公尺 阵风10级 气急风暴风半径150公里 未来趋势 蓝恩台风以时速30公里的速度 向东北方向移动 18至24小时后 该系统将开始与中纬渡海操 和弱斜压区相互作用 在两天内降至时速65公里 然后穿越枯叶岛南部 进入恶火刺客海 目前在日本南方海域 也有低压正在生成 即北纬6度 东京153度 的96W 气压10900% 中心时速35公里 预设路径整体向西北移动 是否能发展成9号台风 还需密切观测 欢迎点赞评论关注台湾竹签心